薛诚为了帮我 介绍我认识了耿长春 所以我在银行做起了杂活 耿长春是一个很招女孩子喜欢的男人 他平时很照顾我 还帮我找了房子 和在茶馆做领班的工作 和他接触多了 我才发现他成熟 有安全感 更重要的是 他答应能给我钱 他从来不问我要这些钱干什么 有几次我都想告诉他 可是呢 都被他找茬拒绝了 他认为我是那种贪图享受 见钱眼开 见钱什么都愿意做的女人 我不在乎他怎么想我 只要我自己觉得 我不是这样的人就行了 所以 我就答应了他 那 你老家是不是有什么病人 你父亲 或者你母亲 没有人问过我这些 也没有人想知道 我要这些钱干什么 我想知道 你知道又怎么样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我知道我每天在做什么 为什么做 我对得起我自己 因为耿长春经常带我出差 引起了不少的议论 后来被他妻子发现了 就大闹了一场 他为了凭起矛盾 不引起更大的麻烦 就把我和薛成 凑成了一对恋人 所以我就成了他的牺牲品 您好 所以他其实有什么 就是 ário 你 确实 确实 他 你 好 好 好了 我不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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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睡会儿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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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们找谁啊 这是耿长春的家吧 是啊 他不在 我们是纪委的 有人举报耿长春贪污受贿 我们要搜查你的家 这是我们的搜查证明 请您配合 他昨天晚上没回来 是不是等他回来以后 他已经被双规了 你给他准备一些衣物 和日常用品 我们会给他带去的 喂 我是薛成 薛成 你快回来呀 你姨父被双规了 家里也给查了 我害怕 你快回来呀 啊 你妈 对不起 我对不起 他要不然 这个事 这个事 吱长春被双规了 这么快啊 据说 给报他的人送去了 很详细的 关于他行贿受贿的资料 包括时间和地点 这一定是薛诚干的 这下耿成春完了 薛诚昨晚找孙红找了很久 夜里去密室 但到了门口又走了 没进去 这小子鼻子可真够灵的 是啊 他现在正在酒店的房间里 他们的会还有两天 现在一切都是按我们的部署在进行着 不能低估他 虽然这次是我们走的前面 但也不能排除 他中间会出什么新花样 千万不能大意 这次只能成功 是 苏妍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孙红很配合 他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要等的就是薛诚 这个问题 我昨晚想了很久 我同意苏妍的意见 还是不要让他事先知道的后 他情绪的波动 会给我们这次计划带来不变 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等他出现了 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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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你怎么来了 宝衣 现在执行任务 来不了 他很担心你 让我过来看看 我没事 你有事儿 你父亲 他不是我爸爸 雷儿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选择 但是 无法去选择自己的父母 他是你父亲 这是一个事实 不可更改他的 你干嘛要逃避你 你要是真的心里 没有他 不在乎他 那你 管他是贪污社会 还是杀人放火 你干嘛这样 干嘛这么沉重 苏妍是让你来看我的 不是让你来教训我的 他来了也会这么说 其实在你心里头 还是很在乎你的父亲 对吗 世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受害者 一种是责任者 受害者选择受害 责任者 则选择负责任 你想做哪种 去看看你母亲吧 他现在很需要你 可能他心里头 比你还难受 苏妍让我告诉你 他执行完日我会来找你 再见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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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虎 孙虎 他好像要走 别着急 素颜一定会有办法的 孙虎 你干嘛我要回去 耿长春已经被抓了 你回去还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我也要回去 单位现在乱成一团了 毕竟耿长春对我有恩 我要回去看看 帮他能做起什么 你是想帮他还是帮你自己啊 你什么意思 难道他那些事你也参与了 没有 我不是跟你说过没有吗 那你就是担心以后 没人再给你钱花了 天哪 两个人好像打起来了 要不要通知高警官 再等等吧 没想到 你也这样看我 对不起 孙虎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死守着自己心里的秘密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你想让这个秘密折磨你多久 难道你想付出一辈子的代价吗 如果需要的话 我就要付出一辈子 我必须要回去 不管回去有没有用 起多大作用 我必须要去做 毕竟他是帮过我的人 那好 我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耿长春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事 耿长春的经济问题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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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时间都没人知道了 为什么偏偏这块出事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有人举报他吗 而且一定是他身边的人 他身边的人举报他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只是判断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我们千辛万苦让你来这儿 就是想引出他 拿到证据 你明不明的 你是说 杀人凶手 和举报耿长春的 都是一个人 凶手杀的都是跟耿长春有关系的女人 你胡说 秋雅他是个孩子 他怎么可能这么做 秋雁是被误杀的 凶手要杀的是陈梅 可是没想到秋雁做电视节目 和陈梅缓班了 陈梅 秋雁的同学 他 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陈梅已经被害了 是凶手 在你家放蚂蚁的那天晚上被害 是凶手 暂时被害了 还想到 年来 你 要是 那一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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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真不可能 你吃吧 嗯 小程 帮我把燕子找回来吧 你 你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她会回来吗 你帮我找找吗 您有她电话吗 没有 我就知道 她在什么生物 生物研究所 有电话的找不着 没电话的更找不着了 没电话的更找不着了 喂 您好 那个刚才有人用这个电话给我打过电话 我 您是哪里啊 连美超市 连美超市 哪个连美超市 海滨路五十八号那个 啊 海滨路五十八号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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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你家里要没什么事 我就 我就先走了 明天我就不过来看您了 明天肯定要开个会 你去帮我把燕子找着啊 好 你放心吧 放心 好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 你妈正念叨你呢 我去吧 妈 妈 燕子 哎呀 燕子 你可回来了 喂 您好 我是雪城 啊 家里出了点事 我回去看看 今天下午的剪彩仪式 我能不能请个假啊 不行是啊 啊 啊 省委书记要来 还提到我 那行 那行 好 那我准时参加 哎 六点钟 好好好 那 再见 真是难以想象 真不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谁跟我在一起 谁就倒霉 你说 我是不是一个祸害 你别这么想 当然不是 你是个勇敢 而且负责任的女人 不然的话 你那位大哥也不会活到现在 对吗 可是 雪城 雪城 他这么做 就这是为什么 其实 关于雪城 我也想得到 我这么敢相信 他就是那个变态杀人吧 他平时 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但是 多数时间还是挺正常的 这个啊 就像人身上的病 比如说 苏妍 苏妍 听到请回话 听到请回话 苏妍 苏妍 听到请回话 听到请回话 我是苏妍 请讲 我是杨敏 刚接到赵队通知 让我撤了这个点儿马上回去 为什么呀 不知道 可是我没得到通知啊 赵队让我告诉你 继续守在这儿 让我们先撤 那边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我知道了 那我们先走了 随时保持联系 苏妍 出什么事了吗 哦 没 没事 那徐承他今天 会来吗 嗯 不知道 那 那我 我现在该做些什么 该干什么干什么呢 啊 啊 这就是 那我现在做了什么事了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你怎么可能 那我帮我全部都在没有 那我去看看 是你 我去那边 你一定会有什么事了 我去那边 你怎么办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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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请问 你好 我们是公安局的 有件事想了解一下情况 什么事请说 我们可以进去谈吗 没问题没问题 请请请 谢谢 请留步 好 这样 有什么新的进展 希望你马上能通知我一声 因为今天下午的剪彩仪式 我必须得参加 有关法律方面的宣传的一些事情 我还向省委领导汇报啊 你放心吧 我们会通知你的 请稍安勿躁 再见 好 再见 冰死了这个话题 不要让他离开你的事情 是 谢谢 你们可以帮我 我们先正常认账 很久有的 有关法律 你们可以帮助 chat 快点 快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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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电话一点现话都没有 喂